对着镜头跳舞她是网红新轩 经常在社群软体分享吃喝玩乐的生活 不过最近影片发文格外沉重 因为她控诉遭到百万YouTuber团体的团长偷拍私密影片 还外流给其他团员 新轩说双方2018年8月因为录制网路节目认识 后来合作拍MV影片才开始有互动 对方对自己示好再不知道他有女友的情况发生亲密关系 随着时间过去也断了联系 没想到最近和朋友聊天才发现 对方没经过自己同意偷拍私密影片 还分享给团体成员看一起嬉笑评论 目前已经取得证据将提出形式告诉 虽然新轩并没有公开姓名 但网友一一挖出疑似就是这位创作者 曾经同框一起拍MV 也不止一次合作拍片 交情匪浅如今撕破脸 新轩更爆料对方是偷拍惯犯 都会分享影片给朋友看 嘲弄女性身体器官 多名网红艺人粉丝都疑似受害 甚至还有未成年人 偷拍他人私密隐相的行为 无论在新法还是救法时代 都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至于散布行为如果是发生在2月8号 也就是救法时代的话 会议散布猥亵物罪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如果在2月8号 则会因为散布他人性隐相的罪 可处最高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求证被新轩指控YouTuber 至结稿前没有回应 新轩说过去这一个月非常痛苦 现在选择勇敢面对 要和其他受害者一起逃离深渊 TV新闻年幼城市停意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均